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群 前来看看战场方面消息 经过苦战,乌军终于拿下了柯林奇 先头部队的五名战士海军陆战队第137营 乌安时间昨天早上六点 乌安士兵们开始袭击柯林奇村 俄罗斯人没想到这一点付出了代价 四名正在吃早餐的入侵者立即被杀 其余约25名俄罗斯人跑进了村庄附近的树林 乌军紧跟其后追了进去 最终消灭了50多名俄军拿下了此地 目前乌军马不停蹄的正在扩张战果 两名被俘的俄军 他们来自俄第26摩托化步兵团 乌克兰部队解放了地涅薄荷左岸 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 建立并扩大了两个桥头堡 控制了长8到10公里深3公里的区域 并继续缓慢的向内陆推进 据说在进攻之前的一个月 乌军通过远程打击就消灭了800多名俄军 如果进攻克林奇的乌军达到一个赢 俄军就不会跑进村子抵抗 而是直接投降了 本报推测乌军还在其他的进攻点 但每个点的进攻兵力都在连排起 接下来就要继续向左岸增兵 目前俄军是很难向这个方向派遣援兵的 所以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 但是俄军在地内渤河左岸依旧有很多的兵力 千万要防着俄军先收缩在集中兵力反攻一点 不要急于攻击大城市 要在每个登陆点囤住足够的军队 另外空军该出动了 克林奇几乎完全处于武装部队控制下 但局势非常动态 建筑都是我们的 在地内渤河延安 我们还有更多的立足点 小团体进攻的策略非常的有效 由于数量众多 敌人无法确定我们的登陆方向 这可以扰乱俄军指挥 并被迫他们时刻处于被动俄罗斯媒体报道 因未能清除乌坎桥诺堡 这一地区的俄罗斯指挥官奥列格马卡利维奇将军 已被解除指挥权 空降部队司令奥列格马卡利维奇 米哈耶尔特普林斯基被任命为新任的指挥官 这是一场小节 未来这里会迎来蒂涅伯和左岸大节 乌东方向没什么可说的 俄军就是进攻进攻 乌军就是防守防守 但随着阿弗迪布卡战役达到白热化程度 俄军开始在乌东抽调兵力 10月初在莱曼·库北扬斯克方向 俄罗斯有超过11万名的士兵 约1085辆坦克近2000辆装甲战车 700多套火炮系统和500套多管火箭系统 因此理论上存在发动重大攻击的能力 但最近由于不断的抽调兵力 未来该方向俄军大规模进攻的频率 会逐渐的降低 阿弗迪布卡方向 俄军第一波攻势彻底的破产 精锐的117散兵团连乌军的面都没怎么见到 就丧失战斗力了 经过统计10月10日以来 俄军的伤亡超过6000 遍地都是俄军 俄军急忙抽调拼凑4万大军 准备发动第二波攻势 乘有12个摩托化旅 16个步兵团 22个步枪营 11个坦克营 3个战术分队 其中包括BARS和风暴Z部队 其实是对于乌军来说是利好的 目前俄军的预备队要打光了 在拼凑预备队需要时间 而乌军的还没动呢 不要犹豫直插克里米亚 阿弗迪夫卡之所以俄军集结4万人 就较重兵是因为地方小 对于进攻方小 对于防守方来说更小 乌军可以用现有的兵力牵制住俄军 然后主力出赫尔松直奔克里米亚 然后留一部分机动力 如果阿弗迪夫卡的俄军 去增援赫尔松 干脆挥师直取顿尼茨克 这样一来 俄军这一个来月的伤亡 就会转化成为乌军手里的主动权 昨天阿弗迪夫卡方向 俄军再次被击落一架苏25 这是前线将士在作战 第17独立坦克旅的侦察兵 正在顿尼茨克方向作战 扎布尔尔方向由于47旅被调到了阿弗迪夫卡 同时海军陆战队调到了赫尔松 所以扎布尔尔方向 乌军的兵力暂时不足 不过也不用担心 俄军就是不可能在这进攻 因为埋的地雷太多 如果俄军从南向北攻击乌军 那么极容易被自己的雷阵炸死 当然了 这儿的乌军也没闲着 可帕尼波洛伊这两个点乌军还在靠近 这是巴格木特方向被俘的俄军 第93旅旅长帕弗洛 帕利萨为各部队士兵颁发了战斗勋章 其中包括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坎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日尼颁发的勋章 旅长感谢士兵们的勇气和保卫祖国的精神 并希望他们尽快回家与家人团聚 本报实在不理解 为什么要把93旅留在巴格木特 其实调去顿捷茨克更合适 上周俄罗斯仅发射两枚巡航导弹 和40枚沙西德131、136 随着使用强度的降低 总共有40枚的射弹被摧毁 由于俄罗斯人持续降低月度轰炸规模 因此冬季大规模轰炸乌克兰全境的风险 依旧很高 随着冬季的到来 俄军最凶残的攻击可能要开始了 希望欧美盟友不要掉链子 希望F16尽快入屋 未来俄军的进攻点 无非就是阿弗蒂布卡和乌东 乌东已经构建起了成熟稳固的防线 未来阿弗蒂布卡、马林卡、伍莱达一线 无疑是俄军唯一能进攻的地方 俄罗斯战场方面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 阿非普斯基炼油厂发生火灾 据报道 他被一架无人机袭击了 战国统计明日将破30万 这是俄罗斯达吉斯坦机场 10月29日 一架载有犹太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 然后一群暴徒突袭了这里 造成了两人重伤 据飞机上的乘客说 机场的保安失踪了 目前俄罗斯内卫部队已经赶到抓捕了60多名暴徒 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 某组织想拉俄罗斯下水了 反噬了 俄罗斯新式柳约刀无人机 据说有俄罗斯以外国家的技术 可以自主识别目标 在阿弗蒂布卡实验一下 效果极其不理想 顺带说一下哈尔 以色列兵禁加沙 很多人期待的哈马斯大规模消灭以色列坦克 没有出现 究其根本原因是 大俄没有缴获标枪 这里堪用的反坦克导弹给哈马斯 俄日反坦克导弹 在乙军的空中优质下 极容易被点名 这样一来 所谓乌坎走私武器 给哈马斯的谣言不攻自破 现在乌坎自产的反坦克导弹 也是标枪式的 说明大俄今年以来 根本没有缴获乌军武器 他给哈马斯的所谓乌坎武器 可能是东巴斯战争时期缴获的扩存货 目前来看 以军占领加沙是时间问题 只要背后的盟友不撤肘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俄乌方面 只要西方国家给点力 不会因为以哈冲突而怠慢了乌克兰 承诺的原污装备及时给到 相信这个冬天 将会是俄军全面大溃败的关键时间点 现在虽然美国连陆军战术导弹都给了 但数量并不多 而乌军小心念念的F-10战机 到现在还是没音信 或许吧 西方是真的怕乌克兰打赢了 或者俄罗斯直接妥协了 好在最近德国十分给力 一篮子新原污计划也出炉了 不求继续加大原污力度 只求保持现在的水平 那么乌军打赢这场卫国战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还是那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 所以我们要来讲 好 好